第18题 又图示市售双层玻璃杯的广告说明 请应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判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说 一瓶600cc的矿泉水 全倒入此玻璃杯中 恰可倒满两杯 我们看到 这一杯的是250毫升 也就是250cc 200才500cc 所以600cc的矿泉水倒进去 可以装满两杯 但是还会剩下100cc 并不是恰可装满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玻璃杯的膨胀性数越大 代表玻璃的延展性越好 预高温越不易破裂 我们里面的杯子受到热 向外面膨胀 可是外面它比较晚受热 所以比较不膨胀 那么里面如果膨胀的越多 那么挤压的力量就会越大 那杯子就会越容易破裂 所以并不代表 我们的玻璃杯的膨胀系数越大 就越高温就越不容易破裂 选项B是错的 选项猪说 玻璃杯采双层设计 可使内外层对流能力变好 杯内装冰水 杯外也会有冰凉效果 这也是错的 这是一个双层的玻璃杯 它要做的是一个隔热的效果 也就是热量不太会进出 所以如果里面是热的 外面摸起来不会热 里面如果是冷的 那么外面摸起来也不会冷 所以并不会呢 我们的杯内装冰水 杯外也会有冰凉的效果 选项猪是错的 选项C 玻璃杯采双层设计 可使内外层传导能力变差 杯内装热水 较不会烫手 这个是对的 如果我们这中心的夹层是抽真空 当然就完全不会传导 但即使装的是空气 空气也是热的不良导体 也会使它的导热能力变差 所以里面装热水的时候 外面就不会感觉到热 因为传导能力变差了 所以选项C是对的 第18题 我们说 请应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判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玻璃杯采双层设计 可使内外层传导能力变差 杯内装热水 较不会烫手